大家好 有請問前面 接下來有約的出來 請教授 各位大家好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在座是學生的可以去歌手嗎 現在是學生手的 好 好 我都會放下 我大概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文石創意義股份遊艦公司的 目前認識在專案經理 所以我自己在這邊 主要都是做一些展覽 互動業務的專案經理 這個部分 從一開始的提案到執行 等等到最後這樣 在客戶端也好 在公司面的執行端也好 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是我這邊的範疇 涵蓋的範圍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一個詢問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做這份簡報的時候 我不得不說 我其實是以工作的角度 去做這個東西 那我本來以為 我們策略的人選 是工作夥伴之類的 所以我怕我剛剛 我待會兒講的東西 會偏艱深 那如果說你們真的在過程中 有點不懂的 你們可以把握沒關係 那既然是學生的話 那我盡可能就是講簡單一點 這樣子 我可以一個小小要求嗎 我不用太疯了 那妳的聲音 可不可以 好 那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介紹 我其實在這一整個簡報裡面 我簽入的點 從由大到小 所以說我算是循序漸進的來告訴你們 這樣子 一開始其實是文化總會這邊來跟我接觸 來做接觸之後 我發現其實是在分享一個 算是個人在職場上的一個經歷 跟一個算是一個經驗值的分享 這樣子 那所以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整個那個視角的部分 我會有工作的部分 有跟他們合作的部分 進而再帶到個人 到時候你們社會新鮮人 可能到出社會的時候 在工作上面對的態度是什麼 或者是說你們應該保有怎樣的心態 去迎接你們在職場上的生活 那這一個部分 我就是進一步來做一個說明這樣 那一開始 為什麼我的標題 會下鏡子的內外面 鏡子的內外面很簡單 一開始我跟中環文化總會這邊 做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以一個做 看字動畫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起源 來做一個專案上的合作 那一開始我會說鏡子的內外面 是因為我們今天以我們自己是工作者 我們今天是廠商的角色 來跟這樣的一個單位做合作的時候 你一開始接觸到新的東西 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別人丟了個標題給你 我就是要做判字 那你要怎麼樣去延伸判字 判字是什麼 大家都會覺得很濃厚就是中文 那中文又是什麼 要做什麼東西 做動畫那動畫怎麼去做 這些東西都是你一開始 需要去涉獵這些素材的 那好 因為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公司本身就是擅長做動畫 尤其是在前年的那個京東講談 所以你就可以很明確知道說 我們公司的能耐就是 動畫是我們的一個強項 可是我們不可能平白無辜 就生了一隻動畫 沒有內容 是沒有辦法去做生存 也沒有辦法達到科目的要求 那進一步你就要去探討說 別人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的狀況是什麼 他們的成果是什麼 他們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就有點像你們會看到 你們的左半邊 他這些都是我收集的一些動畫的素材等等 你去看到國內這麼多的廠商 不管是在電影界也好 不管是在動畫界也好 他們的成果是這樣 那進一步 我們自己要做出怎樣的東西 就可以去思考 鏡子就像是一個中間線 你在執行你自己的部分之前 你先去看別人有什麼東西 先去探討一下在這個市場上 你該如何去做你自己的部分 這是我所謂的鏡子的外面 那進而再來就是在團隊的視角這個部分 起點的起飛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以民粹的目標 清楚的方向 可預期的結果 來跟團隊這邊來做一個合作 來跟他們做一個說明 可是不得不說的是 我們的團隊 他一開始接受客戶的需求 那進一步我們開始做討論 發想執行製作 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交付結果 要給對方這些都是在雙方 都可以做一個balance 而且都有動視的情況之下 來做一個交付的成果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符合客戶的期望 這是很正常 就有點像是你們寫出來的作業 符合老師給的一個議題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老師給的議題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理解 有沒有辦法切入主題 這又是一個重點了 對 那好這是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再來一開始最後的終點跟降落 為什麼說用終點跟降落 你們在過程之中 可能我們當我們接受這些 然後進一步去討論發想執行製作 再來是交付成果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當你們進入到職場的時候 你們做出來的東西 客戶一定會買單嗎? 不見得 那客戶部門的單位怎麼辦? 所以在這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透過執行製作那個部分 尤其是會議溝通 會進一步的跟雙方 一直達到一個所謂的共識去討論 然後來修正你自己的東西 修正之後再跟雙方做一個討論 那進一步來來回回 為什麼我下面寫了一個意外的項目 你們覺得做一支動畫 最高次數可以修改到幾次? 就你們的認知 你們的耐性可以被磨多少次? 不瞞你們說我們那時候 跟文化總會這邊合作的時候 我必須要偷偷說他們的白話 我們真的改非常多次 數百次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做了一百支動畫 所以一百支你們想想看 天俊美的改三次就好 是不是等於改了快三百次 你覺得這是一種消耗耐性的一個專案呢? 還是說這是一種讓你進步的一個專案? 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你們到時候進入職場 可能會去面對的到 也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有沒有辦法去接受它? 就是你們必須要調整你們的心態 那最後好不容易在這樣的過程中 定案了 終於定案了 所以說大家也都OK 大家客戶高興你也高興 因為你終於解過了 因為客戶終於拿到東西了 那客戶也高興 因為終於做完了 他不用再忍受你們擺個臭臉 然後讓你們改又不改的那種狀況 對這就是所謂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視角底下 那最後交付成果 那就是一定的 再來說想到 我自己身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身為我自己的職務專案經理的時候 我如何去控告我現在的專案的一個 那個狀況 比如說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錢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今天身為專案經理 我要管的東西是什麼? 時間能力還有成本 這些都是我的範圖之內 在耗費我成本過多的情況之下 我是不是要合同客戶的要求 一而再再二三去投 一而再再三去答應他們的要求 或是說 再二三也就是把我的人力無條件的奉獻出去 這些東西都是你之後 如果在職場上 不管你認識哪一種業務 設計也好 動畫人員也好 或是工程師也好 這些都是你可能會自己出來面對得到的 當主管跟你提出這個要求 你今天一天內一定要做出一個動畫 你明明知道你做不完 可是你要怎麼去做回應 或是你如何取一個中間值 這就是我說的 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一切 因為你一定要去扣管說 我只能告訴你 我在今天內最大值 能做到最好的效應的情況是什麼 這是在我有限時間 可以得到最多的獲利的一個情況下去執行 這就是我第一句話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說最具備的武器 一定是責任、冷靜、理性、摩訣跟摩基率 那是因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責任性 不能說我今天遇到困難 我就逃跑了 對 那你不能說我今天遇到了錯的 我就是大發不棄 我甩頭我就不做 或是說我大不了離職 那這樣你會發現 你會只會在一個惡性循環的情況之下 一直不亂發生 換到這個工作 你會覺得好像做得不容易 換到那個工作 你也會覺得我好像又不是我所期待的 這不是一個理性的 或是成熟的大人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說 需要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具備的條件 那下面的提案執行、結案跟慶功 那些是屬於我今天任職在武器 中央管理這一個部分 所會做到的 所會面臨到提案 就是一開始去跟客戶接客 然後執行 就是跟團隊來做一個執行的製程 那最後就是OK交付給客戶 最重要是慶功 一定要犒賞自己的團隊 這是我的原則 一定會犒賞的團隊 比如說我們最後可能出去大吃一頓 或是怎樣之類的都好 因為你今天奉獻出去了 你一定會希望說我自己是有所收穫 或是有被看見我們的努力 我才會想要繼續奉獻 所以這是一定的 好 再來溝通就是一種柔性的交聲 溝通方式有很多種 這些你們都比我厲害 尤其是現在時差年輕人 但溝通的原則是什麼 要當一個成熟的大人 善用身邊的資源 化為一名律師 為什麼我說化為一名律師 你不能無理取鬧的去說 我就是要怎樣就怎樣 在職場上不是怎樣 或者是說 你為什麼說善用別人 善用旁邊的資源 今天你覺得你出來職場上 你不會是理所當的 還是說你覺得我應該什麼都會 其實不管怎樣的一個角度 你必須要了解的是 善用旁邊的資源 你有同事 你可能有錢的同學有老師 你要懂得去跟他們求救 進一步就是 我今天遇到這個困難 我到處問 然後來掙扎自己 而不是說我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直接平白無顧留 就是然後再從一股腦的做 你會發現你做出來的東西 不如老闆的預期就算了 那還會不如你自己所期望的 你會覺得我的努力沒有被看到 其實不需要這樣子 這有點步步之功了 那為什麼說當一個成熟的大人 就是需要一個理性的溝通 在跟職場上的時候 你覺得你出入社會的時候 你遇到的同事年紀會比你大 還是比你小 也有可能跟你一樣大 也有可能是比你大的 但大家都是出來賺錢 大家都是出來工作 如果你把你的情緒放在你的工作上 那你覺得你的工作成長會怎麼樣 是不如預計的 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才會說 共同學者就是這幾個 需要去掌握得到 再來就是 除了心要更有心 然後聽看聽 為什麼說聽看聽 聽記得先聽別人在講什麼 先聽不要說一股腦事先把握 其實表達自己的看法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不懂得聽別人在說什麼 不懂得先去吸收別人說什麼 是不好的 看為什麼要說看 你今天覺得你自己的東西是最優秀的 還是說你覺得別人的東西 其實也有優秀的面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就像你今天交付了一個作業出來 老師說你哪裡哪裡不對的時候 你可以虛心接受還是說 你一股腦子要說 啊反正我就是只會這樣 其實不對的 不能用這種態度 為什麼我說要看就是多去看 你今天在面對職場上的工作的時候 老闆他今天是付你薪水 就有權利可以指責你啊 別人做的不如他預期 可是在你被指責的情況之下 你會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欸我既然做的不如預期 我是不是先聽聽看他說什麼 我進而去參考一些相關的資源 來看看自己不足的在哪邊 那為什麼我說停 停就是你在工作上 你不要一股腦子知道衝 而不知道要停下來休息 有時候你一股腦往前衝 你會發現OK 我在這一個工作明明就很有期 但很有衝擊 為什麼過了三個月後 我發現我不想在這裡了 因為我不懂得停下來休息 我把自己累個半死 然後反而我覺得 我好像對這段工作不如預期 我又想離職了 我又想換別的東西 好像我已經對這段工作沒有熱情了 可是不如停下來思考一下 自己在這樣的一股腦追逐當中 要的是什麼 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說在這個部分 自己的部分 你需要具備這些東西 那最後就是 呃成就來了就去接受他 其實在我在這間公司 這個公司算是我第一個工作 我研究所一念完 我就過來這邊 就來灣石 投入灣石做這份工作 一直到現在 從以前的專案企劃 一直到現在做當專案經理 過程中有遇到非常多不合理的要求 也有遇過非常多很誇張的客戶 包含我也可以跟你們講過一個很簡單的 雖然有點超過時間 我稍微分起來再掌心了 之前我有過一個案例是 原住民產業博覽會 對 我相信你們才知道 原民會這個答案會 那時候我們公司接了這個案子 那我主要在這個博覽會裡面 擔任的角色就是 表演活動那個部分 博覽會連續四天 四天在舞台區都有表演活動 我們的開幕邀請誰來 邀請可能現在有一些 同學心裡面會很缺插的人 也有可能是心裡面會很喜歡的人 忙很久了 我邀請他來做開幕點 一開始我去接觸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心裡會想說 欸邀請了一個這樣的 或許是總統來開幕 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沒什麼了不起 當你今天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今天在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了不起的 為什麼 你要面對誰 你要面對總統府的人 你要面對誰 國安局的人 你要面對誰 警察 你甚至會面對圓明慧的主管 對 那你覺得現場總統來的時候 要做哪些事情 違安 保護措施 就連停車場都要找三四個 讓他做備案 為什麼 因為不能夠把總統的行蹤透露 所以說他的停車場 你必須要在他方圓幾百里之內 都不能有人去停車 然後問出好幾個演給他 他可能會隨機體在什麼地方 進了再到會場 你所有的動線規劃都要清清楚楚 你包括你跟這些文案人員 對談的時候 你都要很清楚告訴他 總統的第一個行程就是怎麼樣 總統的什麼 什麼步驟是做什麼事情 就連上台他可能開幕給你 要做哪些動作 都要很清楚的交代 在這樣的一個空間之下 我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還只是個悄悄性化 可是我去做了這件事情 我在那個空間裡面 就只有我跟我老闆 可是舞台是我這邊會換的 不可能老闆去幫你他的所有的要求 或是所有的回應 我按人員像你這樣做一堂 後面第二層我中統批的人 再第三層警察 就像你這樣這麼多個人 然後我一個人坐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直接問動線怎麼走 你就必須要一個一個告訴他 再來 但總統評測在那邊 你覺得這樣子的話 方圓幾百里會不會有遭到暗殺 或者說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那你要怎麼回答 如果說今天突然間 有個文案員員問你說 總統評測在那邊 他下次會不會被暗殺 你要回答什麼 誰知道啊對不對 誰知道他會被暗殺 對啊 沒辦法 好那我只能說 我們方圓幾百里內 已經沒有安部任何的民眾的車輛 私人車輛進入 所以你們到如果有覺得疑慮 就是違安人員可以多不檢幾個在那邊 警察車可以多在幾個 我們的停車場出入口做違安的控管 所以這是很合理嗎 也只能這樣啊 不然我一個人能夠去幫你當紙袋嗎 不可能嗎 對啊 好 再來 好不容易到了這個狀況 都已經setting好 隔天就要開幕了 他突然就在前面一個晚上跟他說 欸你們怎麼沒有做安檢 誰知道他來參加個看護典禮需要做安檢嗎 你覺得安檢是什麼 安檢就是把握火舞台去方圓子公 欸你不要說子公 說你那麼誇張 擠公室內就圍了一個柵欄 包含有個安檢在那邊 任何一個進去的人都要通過那安檢門 是不是很誇張嗎 總統進去通過一個安檢門 那我今天是不一定進去 我要通過安檢門 是不是很好笑嗎 那民眾我只是去坐在那邊 然後開始被安檢翻天這樣 不是很奇怪嗎 那怎麼辦 好啊就只能讓他射啊 射了一個安檢門在那邊 然後旁邊都是紅龍的炸 紅龍你們知道吧 就這樣拉開 我跟你講剛剛講說 紅龍如果是這樣雕快 我都可以進去 你覺得那安檢門有用嗎 可是沒辦法 既然要射就射 就只能這樣 好 結果呢 就那一天都讓他弄好了 setting好了之後 又有意見 那邊的那個圓民會的主管 跟那些國防和那什麼國安局的人 開始在那邊說 總統要踩到五排圈 哪個定位啊 幹嘛做哪個 什麼姿勢幹嘛之類的 穿什麼衣服 好 結果因為回答不出來 國安局的人 太咄咄逼人 他回答不出來 開始想找我們廠商這邊的代表人 趕快去說 找不到那怎麼辦 好 他可能就用那個小蜜蜂 有沒有 不是都有無限的對講機 開始在那邊對講 然後我就在遠方看著他 就想說他應該是要呼叫我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因為我對講機沒有閃 後來呢 因為那一個人 他先去破壞掉不好 他就衝下來 直接把我一把抓著 一把抓著上舞台 就說你趕快跟我講出來 這個地方到底要幹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們遇到這種狀況 你們會怎麼辦 他真的已經等於是在搖眼站之間 而且是一把把你從台下 從後台去抓上去 而且是撩著你這樣一路走上台 如果是你們會怎麼辦 甩頭說我不要做了 告訴我我要 為什麼我要這樣被你對待 為什麼那種被尊重 怎麼辦 就這樣子 還是回答他 冷靜的回答他 雖然說我當初心裡已經帶氣 我已經很想當下就是 歐歐他一群都不行了 歐歐下去我大概被國安局的人 帶走之類的也不可能 所以也就只能這樣啊 到後來好不容易總統 然後我終於來了 我送上台了 然後他也開幕完了 終於去做那個所謂的就是 呃去巡迴 就是去看那個國安會的內容 之後 終於露下一口氣了 最後那一個 原理會的人總過來說 為什麼我剛剛叫你 就是一副轉 為什麼我剛剛叫你 就不回我 我說 那你為什麼要描述你 然後他就說 可是你都不回我啊 我說 那我現在更小心都沒聽到 他說怎麼可能 然後就自己開始在那邊測試 測試完才發現 欸真的沒有耶 然後就飄走了 我就覺得自己以前 我是怎麼 我是一朵大便這樣被對待的嗎 可是那像這種情況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是我 兩年前發生事情的 可是我還是就這樣承過來 可是經過那一場之後 我覺得自己成長了不少 為什麼 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 你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場面 你沒有想過你自己會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會想過自己有這種 天日跟國安局的人 被國安局的人包圍 被那種 然後走到苦人包圍之類的 鎖在一個小空間 就要你做這些事情 不可能啊 你們去想像感覺 其實你們就會覺得 欸這真的是很奇妙 可是在那檔下 真的很想切負你們 才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說這種 對 就是等於是這樣 那這只是一個小分享 最後就是我的理念 就大概是到這邊 那後面其實 就是我有帶了一些就是一些案例 就是我這邊執行過的 不過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再來跟我收取這個簡報 就是去看 那最近就是 比較近期的 如果說你們想要去看 我們公司的一些作品的話 像 依賴傳遺中心 現在那邊有很多展示館 其實都是我們公司做的 包含現場的一些那個 呃 算是他那個演講廳 演藝廳 演藝廳裡面 正好我有個展覽才剛移過去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那邊看看 或是有其他問題的 也都可以把握 他代表這邊 謝謝 那只要有一個 現在關係我們開放一個問題 可以拿 就是有同學想要請問的 可以開放一個問題 開放一個問題 可以 就是你們公司 除了接政府案子 有沒有接一些民間的案子 那那個案例 會是什麼 這樣子 好 我講一個最近一點 那 我最近有接了一個 建設公司的案子 然後就是講這個案件 我幫他措取 派出處案子 然後就設計都是蓋圖書 蓋圖書館 蓋圖書館怎麼辦 你知道我去看到現場 我本來已經以為喔 做展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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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一個空間 就想像現場沒有什麼家庭 就是把一些展覽 就是用木作的方式做起來 這都還好 蓋圖書館 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傻眼 全部都是那種地 還沒有粉平 還沒有粉平 那種水泥 還沒有呼完 剛架了 才剛弄上去 那種感覺 就是很粗糙的那種牆壁 都還不像這裡有那種粉刷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這裡將來要蓋一間圖書館 然後這間圖書館 是要去正面政府的 所以你們就是要把它蓋書館 那蓋出來裡面 也藏書要有三百本 然後三百個那個 多媒體類喔 然後甚至還要蓋 什麼什麼東西的多媒體 比如觸碰螢幕啦 要什麼什麼裝置啊 電腦幹嘛幹嘛 然後甚至還要包含圖 圖書館的影域 有想過你們自己有一天會附著這種案子嗎 圖書館的影域 應該是怎樣 我自己去當圖書館員嗎 坐在那邊 然後每天會登記書 不可能啊 那怎麼辦 就去找小玩之間 對 那我們公司設計的層面 就從飾裝到內容設計 到那個視覺的一個設計等等啊 或者是說 書節採買啊 然後布置啊 家具的一些製作啊 甚至到後來的影域 還有什麼硬碟採購那些城市人員 那些都是我們涵蓋 你想像得到 就有點像 你這個空間 你現在全部把它打掉 要怎麼規劃這個空間 你要請塵 要請油漆工 要請水移工 要請水電工 要請那些什麼賣占據的 然後你要請設計師來幫你畫 然後你要請可能工程師來幫你寫程式啊 有可能的 或者是說 你要請書館的維銀人員 這些都是我們這邊做到的 對 就是目前比較相安的啊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謝謝維銀大人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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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